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客户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眉形,面向当中的眉毛 首先我们看一个哨子眉 哨子眉在面向当中是不及之相 就是头尖,就是眉头尖 眉尾又散,就跟一把哨子一样 这种面向大多数是疑心比较重 性格比较容易敏感 不信任任何人,喜欢勾心斗角 没有容人之量 而且眉毛在面向当中代表兄弟功 眉尾散乱之人,兄弟关系比较疏远 彼此不亲近,都是各顾各的 就算是有困难,也不会伸出援助之手 眉尾散乱之人是不具材 连累夫妻关系也是受损 生活质量是比较差的 这是比较不好的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不好的就是高低眉 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在面向当中也是为人小气 喜欢斤斤计较,做事总是犹豫不决 常常会因为一点事情左右摇摆不定 拿不定主意,比较急躁 同时自尊心还比较强 一旦发现别人比自己强了 喜欢在背后说坏话 甚至编摆他人 这是心眼不正的一种 连心眉 连心眉就是在交接眉 眉亲印堂 两眉之间间距短 在印堂当中称为,我们在这个印堂是称为命宫所在 印堂狭窄之人,度量小 很难处理好人际关系 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 得罪人比较多 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小气吝啬 婚姻生活是不顺利的 这是一种连心眉 还有就是眉毛杂乱 眉毛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脾气的 眉毛如果是杂乱无章 或者是这种比较 有一些逆毛生长的话 性格比较暴躁 喜怒无常 形式没有规律 缺乏谋略 容易被人挑拨离间 命犯小人 很容易成为别人的获利的工具 所以说这个是很容易犯牢狱之灾 这是几种不好的眉毛 这个眉毛杂乱 粘心眉 高低眉 以及这个扫帚眉 好了 有关这个眉形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像面向风水发明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